日本的棒球隊獨賣巨人來臺灣比賽 拜年禮拜 總共有超過六萬塊的球賣去看比賽 不過大家也發言說 這個大孤單的流水 電流水不會燈爛的問題 既然 所有市政府就要主動調查 也要讓我們鄉公司也出面來回事 另外市長就也安息表示 要趕快來檢討 日本這次投對股情來台高流賽 拜年連兩天在台北大孤單頂頂 設立又是領來頭一次的願景 超過三點七萬變的觀眾 立場應援夏樂立宿 不過中來除了漏水 漏漏漏 離口洞山標示不清人客人 就負責又是停機運作 逗行欠點 他們去拿著機閥 當作規篇 包含漏水 標示等等的細節 卻完全沒有監督好 這個簡直是把臉丟到國外去 近期也應該要安排滿載的壓力測試 重新檢討整個配套措施 去年12月初 雅錦賽在大巨蛋舉辦比賽的時候 也發生過漏水的情形 而當時遠雄給的理由就是管線結合不慎造成漏水 力顯承諾會全面的盤查跟檢查 那沒想到過了三四個月到這一次巨人隊來台的交流賽 還是發生多處漏水的情形 議員認為 首先沒有做萬載壓力測試 但到台地交流賽 再頭一次萬載 後有幾乎 應該主動調查 不是全上性萬用 接下來落修後 萬用回應 曹寶憲法是控調負合較長 作為公署接頭嚇老 已經替受影響的面臨多少回憶 和標記系列 台北大巨蛋 它是一個BOT案 那遠雄已經在進行後續的營運 以及售票的活動 那台北市政府的角色 就會持續的給予各項的協助 並且監督 而且會要求未來活動主辦方 以及遠雄要落實事前的各項準備工作 九萬安表示 接下來 也會針對過期兩天發生的欠點 調集各局處正行中檢討 把這台有救回應 除了比賽後續半點欠點 要求主辦單位萬用古董公司 隨調整 比賽後要累進補助的所在 和改善作為 提供給中華接棒台地名 記者中華報道